他来了他来了 依旧有运动员的风格 只是现在的吴敏霞身份更多了 除了是母亲妻子的身份之外 他还是老板娘 可谓已经拥有了精彩的人生 吴敏霞与郭晶晶是同一时期的跳水运动员 在吴敏霞的跳水生涯中 多半的精彩都是与郭晶晶搭档获得的 可以说郭晶晶和吴敏霞是互相成就了彼此 但反过来郭晶晶的优秀也压制了吴敏霞 有郭晶晶在吴敏霞多数都是万年老二的角色 两人退役之后 吴敏霞跟郭晶晶的生活同样精彩 两人一个嫁入了豪门 成了节俭持家的豪门清流 另外一个则与老公携手创业 成了豪门一代 吴敏霞的老公叫张孝成 比吴敏霞小一点 中国传媒大学毕业 也曾担任过赛场的郭英和总导演 吴敏霞和张孝成 也是因采访工作结缘 张孝成长得很帅气 外貌上很有倾向 但张孝成只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平常孩子 跟郭晶晶嫁入的豪门不能相比 但张孝成一直很努力 同追吴敏霞起张孝成 就一直积极改变自己 2017年 两人大婚 轰动不小 同年 两人共同成立了举阵体育和MXW 敏行者 张孝成 出任公司CEO 次年两人的女儿出生 作为一名运动员的吴敏霞 以及从事体育发展事业的张孝成两人 共同见证了中国体育事业井喷市的发展 举阵体育 也是在这场发展中获利的公司 如今两人的身家千万 公司经营得如火如荼 吴敏霞除了是公司老板娘身份之外 还经常在某视频网站上露面 或是介绍如何锻炼 减肥 保健 偶尔也会带货 各种时下新鲜的事物 似乎吴敏霞都会接触 可以说 吴敏霞是自己打出的事业 无论是曾经的奥运冠军 还是如今的举阵体育 亦或者是他偶尔带货 这些都是他勇于探索 不断尝试的结果 跟自己昔日的老搭档郭晶晶 也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但郭晶晶跟吴敏霞似乎又不相同 郭晶晶虽嫁入豪门 但一直很低调 也一直保持着严格的自律 从不炫耀 负质上的富足 这点是郭晶晶在豪门圈的独特之处 港媒经常拍到 郭晶晶不带保镖 独自出街逛廉价小店的照片 但郭晶晶对于慈善事业 却是相当大方的 疫情期间 郭晶晶捐款7000万 还亲自做志愿者 贡献自己的力量 看到他手臂上 那个廉价的五毛钱发圈了吗 这就是郭晶晶一贯的简朴风格 多年来一直未变 这点是豪门圈里 那些奢靡二代们 永远无法相比的 体育人的竞技精神 真的值得人敬佩 即便已经退役了 但这种坚韧步伐 永不服输的境界 早就深深地 刻进了他们的骨子 难怪霍启刚 迎娶郭晶晶的时候 郭晶晶感言称 谢谢郭晶晶 下嫁货家 这种放低的姿态 并不是不够高贵 恰恰是足够高贵之人 才能做得这么体面 无论是吴敏霞 还是郭晶晶 都是值得人敬佩的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